养老金定赢18年涨 哪些人能够上涨5% 其次我们又怎么样来计算自己养老金上调的幅度和金额呢 看完本期视频 相信你就不会再对自己今年养老金能够上涨多少而疑惑重重了 大家好 我是李云飞 用数据说话 让你看清楚事实背后的真相 关注我 每天为你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2022年 我国养老金上调窗口一开启 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养老金实现18年涨已成定局了 只不过上涨的幅度最终还没有确定下来 但是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往年养老金的涨幅 然后再来推算一下今年的涨幅 从2008年到2015年 我国养老金每年都是上涨10% 从2015年以后 养老金上涨比例就开始放缓 到2021年 养老金平均调幅为4.5% 有人就会说了 这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 今年养老金涨幅会不会有所减少呢 养老金缺口大 只能说明国家在养老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压力 但是养老金上涨 往往只和物价水平 收入水平 经济增速息息相关 试想一下 如果养老金有缺口 就减缓养老金上涨的话 那么现在物价在上涨 收入在上涨 到最后 如果养老金不涨的话 谁还愿意再去交养老保险金呢 那这样岂不是更让养老基金产生恶性循环吗 2021年 我国GDP增长为8.1%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为9.1% 工资性收入增长为9.6% 根据此数据 有业内人士就表示 今年养老金预计上涨比例在4.5%到6%之间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就取个中间值5%吧 今年谁的养老金能够上涨5%呢 我们都知道养老金上涨的幅度并不是统一的 这样就导致有些人能够上涨5% 有些人并不能够上涨5% 那么到底哪些人能够上涨5%或者更多呢 其次我们又怎么样来计算自己养老金上涨的金额呢 我们先来说说养老金上涨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养老金上涨是根据三个维度来综合计算的 第一定额调整 在这个调整区间 大家上涨幅度是统一的 不管个人养老金多少 比如去年江苏省定额调整部分 就是每人每月增加31块钱 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去年个人所在地 养老金定额调整为多少 从而就可以推算出今年大概也可以上涨多少 第二挂钩调整 这里边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缴费年限挂钩 另一个是养老金水平挂钩 这个调整主要是体现多角多得 长角多得的激励原则 比如去年湖南省 个人养老保险金缴费年限每满一年增加1.4元 不满一年按一年计算 其次养老金水平挂钩增长 为个人2020年12月份养老金基数的1.3% 如果个人缴费30年 现在的养老金是5000元 那么在挂钩调整这一块 个人就能够上涨107元 第三倾斜调整 这个是为了照顾高龄老人 以及艰苦山区的退休人员 比如去年湖南省 在对高龄退休人员倾斜方面是这样规定的 70岁到79周岁的退休老人额外增加26元 80周岁及以上的退休老人额外增加38元 对于艰苦边远山区的退休人员 每人每月能够再增加10块钱的基本养老金 根据以上三大调整规则 我们就能够大致推算出自己今年养老金到底能够上涨多少了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问题 即使今年养老金平均上涨的幅度为5% 哪些人能够上涨到这个标准呢 我们先搞清楚一个概念 个人养老金上涨5% 并不代表其养老金上涨的就多 个人养老金上涨3% 也不代表养老金上涨的就少 2000元养老金上涨5% 那就是上涨了100元 5000元养老金如果上涨3% 那也是上涨了150元 我们还是以湖南省为例吧 如果个人养老金为脸千元 缴费30年 今年71岁 也不是边远山区退休人员的话 那么其去年养老金上涨的金额 就为定额调整31元 加上挂钩调整68元 再加上清洁调整26元 总共上涨了125元 个人养老金上涨幅度为6.25% 如上面所讲的 如果个人养老金为5000元 无倾斜调整 那么其个人养老金去年上涨就为107元 加上31元 总共138元 涨幅为2.76% 上涨金额多了 但是上涨的幅度却小了 所以啊 个人养老金涨幅想要达到5% 这和养老金基数缴费年限 个人是否享受调整倾斜 都有很大的关系 并非是越多越好 也并非越少就越不好 算算自己今年又能够上涨多少养老金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